电视剧《恋爱的夏天》由吴茜、秦俊杰主演根据韩剧《恋爱的发现》改编而来 基于目前更新的剧集来看 这部电视剧的改编力度不大和原作韩剧基本上保持了一致 改编剧容易面对原作观众障碍 如果剧迷们没有看过韩剧《恋爱的发现》的话 应该可以满足于这部《恋爱的夏天逗乐子》的状态 谁要是想从这部电视剧当中看出一点值得大说特说的价值来 那谁显然是走错地方了 这部电视剧并不致力于打造什么人性深度 而是全程致力于斗乐子 所以在桥段塑造上 各种误会式啊 各种巧合呀 都是接二连三的发生的 这类编剧技巧 放在严肃认真的电视剧当中 当然是不行的 尤其是误会式的创作方法 是被严肃剧嗤之以鼻的 而各种巧合内容的发生 也无法在严肃剧当中出现 不然便会被视为是编剧技法的拙劣 但是 如果大大方方承认自己 就是一部斗乐子的爱情剧的话 观众们便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这些 纯斗乐子 喜剧爱情剧 这么一定位 反倒是让吴倩和秦俊杰的这部 《恋爱的夏天如是重负》了 当然 在韩剧《恋爱的发现》 善于在细腻叙事当中 找一些微妙的人性 尤其是女性的性格特点 进而实现人文观照 在这部《恋爱的夏天》当中 没有韩剧当中的细腻 或者说 演员的表演技法 也不是求细腻 而是求有趣 所以 一定要当逗乐子的电视剧看 才精准正确 拿爱情情喜剧的标准 来看待这部电视剧 反倒是可以收获更多的观众 至少在这个角度上来看 这部电视剧的完成度 是非常高的 可以说 《恋爱的夏天》 是一部充满着笑点的电视剧 剧作当中那些爱情内容 可能会让部分女性 观众心里边痒痒 商业剧的目的 能够实现这两点 也就不错了 还有原作韩剧当中 男女主角们的三观 可能就是较为挑战观众的 改编之后 这部《恋爱的夏天》 基本上算是原汁原味 当然也有一些微调 可能只看国产爱情剧的青年观众们 对于男女主角的三观 还是有点不适应的 没办法 原作就是如此 改编之后 要是把男女主角的三观 全部白正了 反倒是会伤害看点属性 《恋爱的夏天》 定位在商业剧上 以看点多为最大前提 吴倩的表演 不必和韩国原作的女主角进行对比 因为类似的改编剧 都会面对先入为主的问题 如果观众没有看过韩剧 《恋爱的发现》的话 一定可以满足于吴倩的表演 它不仅提供给了观众爆笑的内容 而且能够让部分女性观众 感知到女孩子的内心世界 这部电视剧一定意义上讲 还是较为典型的女性剧 属于男友和前男友 事与和熊掌的关系 秦俊杰的表演 责任者见人 作为改编剧来讲 秦俊杰在剧作当中的造型和气质 确实有一些韩剧男演员的神态在里边 但是作为国产恋爱剧来讲 尤其是偶像剧属性的恋爱剧来讲 秦俊杰在《恋爱的夏天》当中 长相是不是有点拖累戏份呢 秦俊杰应该走的是实力派的路线 所以在长相上没有颜值爆表 应该有情可原 这部电视剧当然是不接地气的 不能当作优质剧来看 但是它在笑点制造上 符合商业清喜剧的要求 尤其是一部女主角 在双男主当中抉择的电视剧 容易把很多女性观众 看得内心波澜起伏 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把它当商业剧看 甚至于当低端逗乐子的商业剧看 只有把剧作放低端了 才不会纠结于它的故事走向 和男女主角三观问题 当下纯逗乐子的都市剧非常少 这种相对架空的恋爱清喜剧 放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国产剧市场当中 还是比较稀缺的 应该可以满足很多女性观众 茶余饭后消遣式的需求